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么说 你问敦意爱有几分 敦意爱有多深 敦意情也真 敦意爱也深 月亮代表敦意的心 有人问说敦意对高雄的爱 到底有多深 敦意说敦意的爱 像月亮一样深 当初敦意被派来高雄 做末代的官派市长 敦意当初也是非常地惶恐 虽然敦意四海为家 什么官位 什么地方都待过 但是高雄民风强悍 而且如果选上 这次的民选市长的话 敦意在高雄一待就是八年 好像打一场八年抗战一样 但是敦意既然敬我媳妇 我难免会骂敦意 会当敦意意希望 大家日久深情 而且日久见人心 希望高雄的市民都能够再接受敦意 何况大家其实都是从外地来高雄打拼 有得早有得晚 不能因为早晚的分别 就认为是有爱与不爱的差异 因为敦意可以老老实实讲一句 高雄是敦意现在唯一的爱 就算是将来会离开高雄 但是有一首歌 非常能够形容敦意此时的心情 一失地离别 并不算分开 因为杨桃成熟的时候 敦意一定会回来 杨桃成熟时 推一定会来 杨桃成熟时 又是这么恶毒地攻击文宣 你们两个先去睡吧 而且要把报纸藏好 俊雄為了選高雄市長 俊雄面臨最無情的打擊 除了說俊雄是香郎金桃 連俊雄的女兒都受到你連累 怎麼說你 俊雄的女兒 她寫了一個信給我 她說 爸爸已經一個月 沒和你吃早餐了 我七點半起來 你的床是空的 我七點起來 你的床還是空的 我六點半起來 我五點起來 我五點半起來 我四點起來 我三點半起來 結果你的床都還是空的 只留下了有一些枕頭 代表你還沒有回家 為什麼你不回家來 跟我吃早飯 而且每次 我要去看報紙的時候 發現報紙都不見了 後來才發現 叔叔跟我講 那報紙都是被爸爸你藏起來了 因為報紙上把我們家罵得很毒 你怕了為了我 怕我們看了受不了 所以就把報紙藏起來 啊爸爸 為什麼 啊爸爸 你真笨 你真笨 俊雄看了這個信 只能向女兒說抱歉 但是俊雄想到當初美麗島事件 多少人的家庭比我們還要辛苦 才走上政治這條路 為了高雄 俊雄只有一首歌來形容 江比江西南心 不相信相信的所在 俊雄希望繼續為市民打拼 也希望能夠早日回家吃早飯 我愛不想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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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老家寡人 年紀不大輕了 但是還在這邊跟大家選市長 阿根這次為什麼出來選市長 是希望能夠在南台灣 捍衛中華民國 有人說這是阿根的好情萬丈 能夠尋求政治的第二村 但是阿根希望这不是春暮一场 有人说阿根是铁汉柔情 但是阿根选举之后 发现铁汉柔情碰到的是一场激情 面对两党无情的打击 先是被民进党丢了鸡蛋 现在又被国民党砸了场子 阿根实在是受不了这样子的激情 希望高雄市少一点激情暴力 多一份阿根的儒情 讲到儒情 阿根看到辩论会场上 别的候选人都有老婆帮他们送毛巾擦汉 阿根这个时候就不是滋味 因为阿根决定 就算是政治上再有什么追求 也永远比不上家庭的温暖 好吧 好吧 阿根今天看看只有唱潇洒走一会儿的 红尘要滚滚 赤石要青山 聚山总有死 留一半清醒 留一半醉 至少梦里有你追睡 老公 老公 怎么还不来睡啦 你看看别人家都有老婆的人 只有阿根没有 阿根希望 虽然今天又是孤枕难眠 但是好歹已经走了这一回 阿根要潇潇洒洒地走下去 实在是很感性 不过请大家不要流眼泪 OK 我们今天一开始就讲说 黄道州跟这个郝伯春 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怎么回事 我们请自由时报记者 为我们做最新的选情报道 自由时报记者请说 是的 我是自由时报记者许胜梅 很久没有在江湖上出现的国民党副主席 总统府资政郝伯春 今天终于打破沉没 他发表声明指责黄大洲竞选总部 所做的文宣是不确实的报道 他批评国民党近年党魂消失 党德堕落 不过黄大洲竞选总部 则在傍晚公布了一份录音带 证实好副主席确实说过 黄大洲过去四年做了很多事情 并预祝他成功 事情真相究竟如何呢 国民党似乎还来不及关心 因为还有24个小时 就要结束选举活动了 一大堆的部会首长 党内大佬 这时候正在游行拜票呢 各位观众在看完选举万岁的时候 别忘了打开窗户 你可能会看到徐立德 正在跟你打招呼哦 至于好不尊明天 会不会有进一步的动作呢 那只好留给国民党去伤脑筋了 小新的情形请看自由时报 OK 好 谢谢您 这个各位 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会儿 我们有五分钟来回顾 高雄市长的这个 期段的这个选举情形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 港都高雄人的特色是 热情 草莽 本土一世浓厚 而且每次选举时 投票给民进党的比率特别高 但是这些特质投射到 青年市长选举中 却反映出一个截然不同的面貌 除了一开始令人感到遗憾的 925新党和民进党冲突事件 以及前车时候 零星发展的暴力事端之外 高雄市这场民选市长的战役 不但没有一般预期中的 火热激情混乱 反而还成为目前 统独战火弥漫全岛 省机争议正天驾想的 选战七分钟 唯一一块不谈统独 不挑省机 冷静理性的锁定市政建设 展开辩论攻防的进途 用这个乘客而言 他是诊断错误 诊断错误 当然治疗也就错误 就连向来 反体制反执政党的传统 似乎都在今年选战中 变了个样 港都高雄不但成为 目前国民党 情势最稳定的战区 也使得民进党中央 眼看着张俊雄的生智 一直无法突破 持续低档 而已经决心全力 投入这场南台湾的选战 不过整体的特色是这样 但是选举当然还是 明不了要竞争攻防一番 而选情也是持续都在变化中 回顾过去两三个月来 高雄市长的选情发展 由于五党籍候选人正得要 人单是孤 承认监委的市中奖仓处成军 而新党候选人汤阿根 也未能从新党中央得到较多的资源 因此打从一开始 共同市长选举 曹野两党作对施杀的竞争态势 就相当的明显 而在国民党和民进党 都把对方当作唯一敌手的情形下 无上两人之间相互攻击指控 也就成为高雄这场选战的重头戏 像是选战出行 张俊雄秘密文宣总部外头的树上 发现疑似窃听器 就兴起了一场 无敦意识被专搞情报调查伎俩的 存枪舌战 随后爆发一起和环保意识 有关的杨桃树风波 也引来无敦意和张俊雄连续好几天 天天数杨桃树 彼此刺责对方说访的攻防战 而张俊雄的婚姻状况 当然也难逃无敦意阵营的名枪案件 有好长的一段时间 张俊雄几乎时时刻刻 都在对这个问题做澄清的工作 他们也提到说 我跟这里怎么样怎么样 还有什么五个枕头六个枕头 国民党用宪制单位的宪制 然后制造很多的这种谣言 来去丑化你 只不过 这些选战出题的小风波 对于提升高雄市长选情 热度的帮助似乎并不大 一直到十月底 民企党中央遗失高雄 召开扩大扶雄汇报 重整扶悬阵阵容 而一个多礼拜前 张俊雄总部外发生一次选举暴力事件 武敦颖明显成为指控对象之后 张俊雄的生智才逐渐壮大 而高雄市的选情也才活络一些 而除了靠存枪舌剑之外 武敦颖和张俊雄 在争夺选票的具体作战策略上 也各有一套 张俊雄从一开始就摆明了 要全力吸收民进党死中派之外的中间票源 不过 要争取求安定的中间选民 民进党在925事件中的暴力形象 对于张俊雄自然造成不算小的伤害 也因此 11月中旬 民进党提早推出副市长人选陈泽南 一般认为 就是为了要借重他的背景资历 来和武敦义争夺台南同校会以及教育界 这两个拥有不少选票的族群支持 我想学农于水 也就是说台南县相请的一个政统 远过于政党的政统 至于武敦义的主要作战策略 这次运用四年任内累积的行政资源 现任优势 以及国民党的组制动员和主席牌 来稳扎稳打的争取选票 虽然有人从武敦义过去四年的施政表现 婆受市民肯定的角度来看 认为高雄市谁想不用打 就已经知道结果的战争 但是选战顺其万变 在民进党候选人向来拥有强烈爆发力 而该党中央也解决到高雄市的危机 开始全力动员拉开上这种生殖的情形下 现在断言四十八小时以后 谁会坐上那张市长宝座 似乎还是早了一点 各位最后说一则政治笑话 从前这种长寿烟 旁边上面是写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下面写西烟过量有害健康 结果有人把它练成三民主义西烟过量 统一中国有害健康 后来这个字就取消了 OK 明天是我们选举万岁 最后一集的节目非常精彩 你一定不要错过 明天再会